慕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慕尼佛 如上圣身为妙法 百千万解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看课本一百页 只能讲到五趣灵魂 六道灵魂 流转五趣中身心多恐怖 前面是四种阵箭 相信有善有恶 有业有报 有过去有未来 有凡夫有圣人 尤其是这个业报的理论 那我们要比较清楚一点 因为很多佛教徒其实是相信因果的 但是因果业报之间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其实很多人是搞不清楚的 尤其像现在七月大 很多人都会有一个疑问 到底要不要做法会 要不要超度 超度到底有没有效 如果有效 为什么要一而再再而三个做 如果没有效 那为什么会 就是说很多人其实他相信因果业报的道理 但是不太清楚到底因果业报是怎么回事 我们上次有说过 业报的理论很重要的几个原则 我们一定要先知道 第一个就是自作业自缩报 就是没有人可以替别人消业 也没有人可以把业报转给别人 不管你是善业还是日月 如果善业可以转给别人 我做善业然后我转给你 那么二月也应该可以转 我到了二月我转给你 我回向给你可不可以 照你讲也可以 如果善业可以回向 那二月应该也可以回向 那就变成什么 所谓诅 我照二月回向给你 因为照善业既然可以回向 那照二月凭什么不可以回向 比如说我们要把人都到底弄清楚 就是说 业果 自作业 自缩报 你只受你自己所造的业的果报 不管是善业还是二业 那这样我们 比如说我们做法会回向有没有效 这个必须牵涉到 所谓的你要利益他 你要度化一个人 你必须要跟他有善缘 这个善缘要有你的善心想要利益他 何然 所以你只能引导他 发善心 造善业 你不能自己发善心造善业 然后给他 然后他就得到你所造的善业 这个不是业果理则里面的 所以业报理论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 这很多佛教徒搞不清楚这件事情 他只知道有生平有无比 不知道有没有效 但是反正就是花钱消灾 其实这种观念不合乎佛法 佛法的观念是清楚明白 所以觉悟佛是抉择 你做很多事都不清不楚 不明不白的 然后这个其实不是佛教徒应该有的概念 我们再讲 第一个就是业报的理论里面 一个很重要的原则 制作业是受报 你不可能我诵经 然后把功德给你 我念佛 然后把念佛的功德给你 我做善事 然后把做善事的功德给你 我们说过吧 如果你善业 我做善事可以回向给你 那我也 我很讨厌你 我做很多坏事都回向给你 既然善业可以回向 那为什么二月不能回向 那一样也可以 那可以吗 当然不可以 那所以这种观念 很多佛教者其实没有 这是第一个 就是制作业制受报 业果的理论 第二个 业果一定要成熟才会受报 不成熟是不会受报的 已经要受报的一定是成熟的 那你不能让他不受报 但是你可以剪切 就是那是可以的 那所以我们比如说 做法会那么很简单 比如说 举个例来讲 这个我的家人 往生啊 往生啊 7月要不要给他写牌位 要不要给他写超度牌位 那已经往生一年了 那要不要超度 刚往生的要不要超度 过了49天要不要 过一年要不要 有没有效 那么这个其实是 我们应该要把很多道理 其实说 其实这个很多佛教徒都 有一点点是好像 不是很清楚 那我们要稍微理解一下就是 所谓的超度 那基本上 比如说家里有人往生 那么我们要做功德给他 那基本上我们已经说过 业果的理论 第一个是制作业制说法 你不可能做功德给谁 那是没办法的 我们说嘛 就是你可以做功德给谁 那我造二月给你也可以 那其实是不行的 但是要不要做 如果要做是怎么做 那么做是可以的 而且不管有没有 你做的人一定有 所以无论如何 无论如何 那你做是有效的 就是对你是好的 对你一定是好的 就好像 有一个婆罗门曾经问佛 我的父亲往生了 那我的家人往生了 那我要不要 因为他们都会准 好像中国一样 我准备祭品 要拜他 要给他吃 我要不要准备 东西供养他 如果我供养 他吃得到吃不到 曾经有婆罗门问佛这样 就是我的家人往生了 那我要不要 我要不要准备 准备东西给他吃 第一个要不要 第二个 如果 如果要准备 那他吃得到吃不到 佛陀怎么回答呢 佛陀说 他不一定吃得到 第一个 他吃得到必须他是鬼 而且他鬼 他做鬼 而且他是吸食的 跟很吃人一样的东西 那么他才吃得到 如果没有 他是吃不到的 他已经做人 已经做动物 已经升天 他也不吃你那个 到定义里面去也吃不到 是没办法 所以也必须是 特别是只吃那一种 就像孤雯野鬼那一种 他需要他吃得到 而且他吃的是跟你一样的 他不是吃跟你不一样 很多鬼吃不一样的 有的鬼吃人的皮肤腺 有的 可是人的头发 也就是吃大便 也就是小便 是不一样的 所以他吃的是跟你一样 刚好是那一种的 他才吃得到 他本来是吃不到的 要不要 那要不要准备 那我就不晓得他是做什么鬼 那如果你有这个孝心 不管他吃得到吃不到 至少你有这个孝心 这个是善心 那是可以的 当然你也可以不用 但是你要用也可以 因为至少是你的善心 你的善心 你未来就跟他结善了 而且是你的眷属 是报恩的心 那这个是 这个毕竟还是一件 启发善心的事 这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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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有人问佛陀 佛陀有这么一个回答 那 那如果像我们只要说过 这个 业果里面 比如说 他刚 最好就是 他在的时候 清主的时候跟他讲 然后再不行 就是 还没死之前 灵命中 你也有的时候 跟他说 让他起善心 然后造善略 再不行 当时 中阴生这个阶段 还没投胎之前 那么还可以改变 业果要成熟才会受报 中阴生这个阶段 业果还没成熟 所以这个时候 还可以有一点作用 那一旦受报了 做鬼 做鬼就已经投胎了 做鬼就已经投胎了 如果一旦受报了 做人做鬼 等一下后面会讲 五道 你再做什么法会都没有用 都没有用 所以49天之后 基本上是 是没有 没有什么大的作用的 那一般来讲 印度人有时候 有一些像中国 印度 他基本上有所谓的 这个七七做热情 满旗 79天 然后之后 还有做百日 百天 做八天 还有做对年 过年 就是摸一年 对年 之后还有做三年 基本上 做他港府的 一般是做七七 做百日 做对年 做三年 这个不是佛教的 这个不是佛教的 这个是 就是佛罗门就要参道教 就是参道 后来我们变成这样的 七是这样子的 那如果我们照 我们现在照佛法来说 照佛法的夜报 我们说过 这个其实 像七列 很多佛教徒都很纠结 师父到底要不要做 每年做 到底有什么意义 类似像这样 到底是有效还是没效 到底他能够得到 你还不能得到 其实很多佛教徒都问这个问题 那我们先 就是说我们先确定 两个原则 夜果的原则 其实大家都相信 有夜有报 但是都不知道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大家都不知道 有因有果 但是不是很清楚 是什么因果 其实这个是一般佛教徒的通论 就是相信 知道 但知其然 不知其所有人 甚至也不是很清楚 夜果的两个原则 一个制作业制作包 这个一定要先确定 很多人说 那师父你这样讲 那我们以后就不要回向了 不是 回向还是要回向 回向跟你把功德送给人 是不一样的 回向的作用 不是说你把功德送给人 我们举一个最简单的 佛陀的回向 佛陀怎么回向 佛陀去脱波 佛陀去脱波 天下共产食物给他 他讲什么 他讲什么 回向就是一种祝愿 所谓布施者 必莫其利益 若未乐故失 后必得安人 这就是一种回向 好 那我们念佛 往生极乐世界 怎么回向 愿生西方境土中 九品悬花为物 花开见佛 佛物无神 菩萨菩萨为伴侣 我们送心晚就回向 我们讲心晚就回向 愿以此功德 普及一切 我要等你众生 皆共称为道 这是一种祝愿 这种祝愿是告诉你 你这样做 所累积的功德 这些力量 一旦成熟的时候 你要拿来做什么 我每天去赚钱 每天去赚钱 存起来 我存这些钱做什么 要买房子 要买车子 要干什么 你先有一个概念 以后你存到了 你就会去做 基本上是这个概念 那我们不是啊 就变成是说 我现在 我现在来提供 我智慧的功德 我会像 给我比较没有智慧的谁 这样就可以有 不可能 第一个 制作业制售报 制作善业 制售热报 制售 制造恶业 制售苦报 这是制作业制售报 没有办法 我们可以做给谁 那是没办法 那你说 那我们就不要了 可以引导 可以引导 我们说过 就是说 等一下我们再来讲 先讲制作业制售报 另外一个就是 这个业 业要成熟才售报 守者先售 众者先迁 成熟的业 业受报 没有成熟的就还不受报 守者先售 就先受报 没有成熟的就等到 那一样都成熟 重的 就是说你的三业也成熟 二业也成熟 但是 二业比较重 先做三二刀 类似像这样 那这个是 所以 比如说 现在要讲流爪武道 流爪武道 武趣 我们都是这样业果 原整的武趣 天 人 鬼 武趣 没有阿修罗 鬼 畜生 第一 我们说过 一个是 制作业 制作报 那这个是 武趣 这个是饮宴 饮宴 那做人怎么样 长得好不好看 说明长不长 父母 家庭 生事好不好 这些是满宴 做人之后 怎么样的情形 他一生的一个状况 这个是满宴 武趣就是饮宴 那比如说这人 这个人 我们先讲这个 那人 那么他 他之所以做人 是因为他过去生 做人的善业成熟 然后他死了 他死了 他死了之后 他要投胎到哪一道 他死了之后 又回过来 又回到 又回到 要不知道哪一道 不一定 这个就是要 又看他的业 又看到 比如说他在人死 国也会死 天也会死 畜生也会死 地域也会死 死了之后 又回到 回到来 要死之前 他基本上分 几个情况 第一个是 如果他有仲业 已经成熟了仲业 就不用等了 没有中英生 已经成熟了仲业 死了直接 比如说他善业很重 天人直接来接去 当然这些还有另外一个叫做 净土 他净土不在无趣里面 也不在三界中 但是他就是有这个 比如说他直接去 他没有中英生 那他善业很强 天人直接来接去 天人来接也有瑞相 也有放光 也有香气 也有天悦银空 一般三个瑞相 就是光明 光明片 然后有光 然后有天悦银空 然后 有异香铺皮 基本上一位是我们的瑞相 这个人死了 鬼也会死 不管哪一个崩死 不管哪一道死 但是现在我们讲的人 人死了 那么 他基本上有几个状态 一个是没有中英生 一位有重业 没有中英生 直接 直接到鬼到畜生到地域 像到地域 跟到比较大的天 基本上都没有中英生 基本上都没有 那人鬼畜就不一定 那如果也有直接去的 那天跟地域 基本上不用经过中英生 那但是有一些也 因为他善业强了 那就直接去 那一个就是没有中英生 没有等待 没有没有就是 因为他有一些业还不成熟 那有一些业虽然成熟 但又要先说话 还不决定 那所以没有中英生 没有那个七七四十九天的 没有 直接就去 如果他善业做很多 其实也不用做七 如果他善业很强 如果你一生中都持戒行上 念佛 受报观担见 不用做七 没关系 真的 那只性 要去做生事 你免着情 你免着情 不要紧 你也不用做些什么 就大家随喜就好了 然后就是 就是 就是 就是欢喜 深欢喜 比如说像广青老二上 念佛王生 哪里要做什么七 根本不用做什么七 那一顺老师 根本不用做什么七 那要做什么七啊 不用做什么七 不用做什么七 不用做七 如果做七 所以那个是纪念 大家借着这个机会 缅怀 这个老儿上他的德行 大家来休息 透过他的遇远 大家来用功 是这样的 一个就是有中阴生 基本上就是 有中阴生好 有中阴生多长不一定 不一定是49天 三天 五天 七天 基本上一个七是一个 关键期 但不一定七天 那也不一定一直到49天 但是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 所以一般都做到七 第一个我们不晓得 他有没有中阴生 除非你很确定这个人 这个人做了很大的善事 没有做什么恶念 那么七的善 他是直接升天 那升天 如果你善业很强的话 天王会直接来接 那一般的是天人来接 一般天人来接 那你看极乐世界那个是 你的善业比较强 善业的话 诸佛菩萨直接来接 那如果没有的话 就一般的菩萨跟天人来接 一定是像这样 那有中阴生的话 基本上要看 有中阴生的话要看 看这个宴 就要看这个 那我们有中阴生 我们用不同的处理方式 好你帮他送心 你帮他送心 你帮他送心 还会有两种情况 比如说好 那一般的人基本上 都没有造什么 重大的善业恶业 一般的人是这样的 所以他可能会 建立中阴生的阶段 他没有造什么 重大的善恶业 说派也不合 派也不合 说好也不合 他就普通普通这样 那这种可能 就会有中阴生 那一般的人是这样的 那这种有中阴生的话 恶也不会恶到哪里去 好也不会好到怎么样 那基本上有中阴生的话 还要看 并不是你送心给他 你就可以 你就可以功德给他 没有 那要不要送心 还是要送给你 为什么 有机会引导他 因为中阴生可能 第一个他不知道要去哪里 他忙忙的不知道去哪里 这个时候 你在旁边送金 就引导他 告诉他 比如说你送一张金 跟他讲道理 送金钢金 不管你送什么金 但是送金 送金是要引导他 告诉他 你要怎么走 要怎么走 最重要的其实不是送金 最重要的是要引导他 但是一般的人 不知道怎么引导 所以就直接拿心来送 如果我讲的话 你就够干听 够干长客 就是像这样 然后让他引发善心 然后 因为他的一念善心 有可能就成熟他的善业 然后制止他的一些恶念 基本上是这样 减轻他的恶心 他有可能一念善心 一念恶心 善业就成熟 恶业就成熟 因为这个时候善业不定 你这有两个天秤 你只够一只就重 像这个生活包 你只够一只就便宜 所以他最后 尤其在灵命中前 就是中阴生这个阶段 或灵命中前的一念心 他基本上 那个心都比较重 都比较重 所以这个时候 假设已经往生 假设还没有往生 那最重要的 明有之记是很重要的 明有之记 就是他还清楚 他还清楚的时候 这个最重要要跟他讲一些 如果他已经不清楚了 那也可以 比如说大家念佛 引导他 试着引导他 心转过来这里 我们记得 我们不是念佛给他 也不是做功德给他 不是 而是我们做功德给他看 引导他 跟我们一起做功德 我们拜佛引导他 跟我们拜 我们念佛引导他 跟我们念 我们唱为引导他 跟我们唱为 不是我们替他唱 不是我们替他念佛 不是我们替他做功德 不是这样的 因为自作业自受报 我们说过嘛 如果你可以做善业给别人 那我很讨厌你 我做善业给你 我回向给你 那一样可以 其实不可以 三月二月都没办法 都没有办法给人 送人 没办法 如果可以 释迦牟尼佛很愿意 送给所有人 没办法 但是我们做事 应该要引导 引导他 如果他已经堕入轨道了 那么引导他 如果他还没堕入轨道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是影验 改变他的影验 如果他已经堕入轨道了 那么就是满业 就好像活性做人 那么做人 我有什么样的父母 什么样的身体 男的女的 哪一国人 基本上已经决定了 但是满业还 大概也有一些成熟 但是一些还没成熟 但是我还可以决定 你说我一家 生下来身体就不好 但是我透过引导 我慢慢慢慢慢慢 健康 遇见好的人 慢慢慢慢 我变健康 我本来很穷 但是我开始学习道理 慢慢慢慢 我修福报 变得不穷 这个满业还 圆满不圆满 基本上 你还没过完 基本上是可以改变的 所以假设他还没 还没隐身无趣 那么这个时候 你要改变他的是 引导他 引导他 不要过三二道 在人天之间 这个时候就是善业 善心的引导 很重要 如果他已经堕入轨道了 那么你已经没办法 你已经没办法 再改变他 不过三二道 已经在轨道了 那么这个时候 鬼还是知道的 但是出生 地狱就很难了 你知道我讲到地狱 地狱就很难了 那轨道里面 如果是那一种 一般的鬼 那么还是可以的 那么可以改变他 引发他 让他起善心 就好像他已经 他还没进监狱之前 你要让他不照二月 不进监狱 这个是很重要 但是一旦进了监狱 还能不能改变 还是可以改变 但是没有办法让他出来 他一定要监狱 刑起服完 或是他基本服完 或是说他假设 一直要到那个年限 比如说他十年 至少要五年才能假设 他一定要服完五年 可是服完五年 也不一定能出来 他表现良好 那么他就可以改变他那些业 那一样的道理 那监狱里面 还是可以 还是可以改变 你知道如果已经判刑 确定 判刑是确定 但是 你判刑 服刑出来之后 那个业还不确定啊 那你在里面受多少苦的 那个 那个还不确定啊 你是要受苦 辛苦辛苦 然后你的缘 你的善缘 恶缘 你的善业恶业 都还在不断的联系当中 所以这个时候是改变 他的满业的时候 如果他已经做鬼了 比如说四十九天之后 那如果没有做鬼 他天他根本就不用 那人当然做人 那他做人 那他也不用啊 那畜生跟第一也不用不到 用不到 那基本上是这样 但是 就算说你不知道哪里 你因为孝顺 你因为孝顺 想为你的祖先超度 那么他这个心是善心 是善心 那基本上其实就是说 你要 你想要利益他的心 那其实利益他的心 你可以就是你心里面 你心里面自己修功德 然后你告诉自己 我这样修就是要利益 我的这些眷属 那当然 我教师 讲广一点就是说普及训 我要利益一切众生 那我们一起一起 第一个我要先利益我自己 我自己都没有利益 我怎么救人 然后我自己有力量的时候 我希望可以帮助到 我的父母子女 比较亲的 然后再来就是兄弟姐妹 这些 然后再来就是 我们比较 还是我们的眷属 但是我们不知道的 比如说妻子的父母 累劫的冤亲在主 我们就喜欢讲这个 但是这个 我们其实不知道他是谁 他是因为他跟我们有缘 那再扩大一点就是 我们叫做法界一切众生 就是一切需要苦难的 我都希望赢我 如果有力量 我都能够帮到他 类似像这样 好 那这个是我们说到 这个前面讲到这个业果 那我们要稍微注意两个原则 一个是制作业制作报 那你不可能做善业福报给谁 做恶业罪恶给谁 那是不可能的 但是你做的时候 因为你有想要利益他的心 这个心就跟他结为善严 因为一个人要多化一个人 他基本上要有三个条件 就是你要让这个人得利益 很简单 比如说你爸爸 假设啦 或是你妈妈 或是你先生 你小孩 有很多 有很多女众 你做法会 基本上都是写自己爸爸妈妈的名字 或写自己儿女的名字 很少写自己的名字 那这个都是因为孝顺 假设 我们说 这个是假 这个是你 那假要帮助你 就是我们讲 假要帮助这个 这个也许是你自己 这个是你的父母 母亲啊母亲啊子女啊不管 那你要帮助他 基本上他有三个 三个层次 这是一个 你一个 然后你们之间的姻缘一个 那第一个你自己要有什么 你自己要有什么 要有这种福德 要有这种善心 你本身要先有善心 善心 先启发你有善的力量 有功德力 不是你要有功德 你要有善的功德 那这功德从哪里来啊 当然你有很多功德嘛 信心恋力会很多种 功德有很多种 那你因为诵心啊 因为念佛啦 照很多善业啊 说八观再戒啊 有持戒功德啊 反正种种 你要有这种 你第一个要先有善心 想要利益他 然后你要有善力 你要有这种善的福德啊 善德的这种功德力 你要有这种功德 然后第二个 你不是说你有了 你就可以给他 我们说过吧 爸爸在怎么健康 不能把健康给儿子啊 他只能教导儿子 怎么有健康啊 妈妈在怎么聪明 不能把聪明给儿子啊 他只能教导儿子 怎么变聪明啊 怎么样学习 怎么样读书变聪明啊 所以你自己本身要有 你自己本身要有这种力量 然后他本身 他这个人也要有什么呀 也要有善根 如果没有 你起化不了他 你告诉他他不接受啊 你引导他他不愿意啊 他不愿意听你的啊 他没办法 他本身 或是他想听你的 都是他没办法 他做不来 你教他他也学 但是他学不来 你教他他会做 但是他做不到 他也会有这样 就好像说 哎呦我教你 我教你品格力来讲 我带你去学佛 可是他 他没兴趣 他不想学 我叫你观入心 他怎么观光不来 没办法 那就是说 他过去没有那种 没有那种善根 所以要先佛陀 所以说没有善根 你要先种善根 就是这样 那他有善根 你不一定能够启发他 你有你有善心 你不一定能启发他的善根 还要什么 还要你有善巧方便 你要有智慧 你要有善巧 你知道怎么启发他 因为 他是有善根的 你也有善心要启发他 但是 你方法不对 时间点不对 或是怎么样 就是你没有那个善巧方便 你没有那个智慧 你还是启发不了他 好 你有智慧 你有善心 就是你有慈悲 你想要帮助他 不管他是你的爸爸妈妈 还是跟你没关系 你有善巧方便 有善巧就是你有智慧 你知道这个人 这个人的弱点在哪里 优点在哪里 他的关键在哪里 他学不学的关键在哪里 你知道 你善巧方便 你要度化他 他也有善根 佛陀要度化佑中 先观察他 但是你也不一定度不了他 就好像什么 成功老母 成功老母 这个佛陀度不了成功老母 为什么 佛陀大慈悲大慈慧 有神通啊 怎么会度不了他 跟他没缘 所以彼此之间要什么 要善缘 他就牵扯到三个因缘 这个人的因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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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这个人彼此之间的因缘 这个的因缘 这个的因缘 这个跟这个彼此之间的因缘 他就 凡事是延期的 好 那现在 在想事的时候 一样 事件的表现说 我的某些 我的爷爷往生 那我 我因为小时候度我很好 我想要帮助他 那我要怎么办 帮他送一部帝当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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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要看 其实是说 当然 你有这个善心想要帮助他 不管他在哪 你都想帮助他 不管他有没有 有没有得到利益 你一定都会有利益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你不是帮他送一部帝当心 送给他 不是 而是你假设 你因为你不知道他在哪里 假设他落入轨道 那么你心里面想着他 希望他来 那么 如果延伸他就会来 就会 你不用点香 也不用招魂 有些还要招魂 有没有 你还要招魂 就是不用 也不用点香 他不是闻香而来 他也不是闻声音来 不是 他就是心 心 心 心夜想感 就会感召来 那你念他 如果他有他来 那你就 就好像他在你旁边一样 你送金 你专心的送金 他会跟着你专心送金 然后 你明白道理 你引导他明白道理 其实是这样子 那你念佛 然后你拜 你拜 应该是拜唱的 他跟着你拜 然后 由这里 由这里种善根 成熟他的善根 如果他没有善根 种下他的善根 如果他有善根 成熟他的善根 那么善根一旦成熟 他就容易做善报 那么假设他动入轨道 这个轨也会比较好 过得比较好 其实是这样 那么有可能就提早轨道 轨道的这一些 因为他常常照善根 他轨道的苦 就会比较早 早受完 那就比较早受 就离开轨道 这个是真正的超度 不多 他脱离轨道 并不是说 我参加什么华位 然后我给他写什么牌位 然后就可以超度他 没有那么好 哪有哪有可能这样 所以这个我们稍微要 要理解 那这个是很多佛教徒 很多佛教徒说 没有办法弄收取的 没有办法弄收取的 师傅 我请教一下 那像我们那个 像Tim毕宗所讲的 就是代替网纯 那基本上应该是说 在当我们遇事存在的时候 这个才有蛮轟轟轟轟 所以有人是说 遇事存在的时候 有出面的群人 他才感受得到我们 就是凡这个人给他处理 那如果那个中英姿 中英姿应该是如痴如顿的形象 他应该也就不懂吧 中英姿 中英姿 可能又更受业去了 我们很来相关乎你这样子 要自感同那种 一般有两种说法 一般的是说 一般来说 注念应该要在 还没往生之前 这个是 帮助他提起这边 但是中英姿的阶段 他并不是 如痴如隆 有些不是 其中英姿 他有一种说法是 中英姿他是很敏锐的 他是非常敏锐的 那么他还是都知道 他并不是都不知道 而且 因为业力的关系 他基本上还是会感知到 那么中英姿的阶段 并不是完全都如痴如隆 并不是 但是当然也有人这么说 也有这么说法 但是当然最好的 最好的是在 不要说灵命中 最好的是 他还在 还健康的时候 那么你就要劝他们 你不要等到他灵命中 那没时间也没多惨 再不行就是灵命中 再不行就是中英姿 大概就是这样 这个是一次 那中英姿有没有可能改变 还是有可能的 那西藏其实蛮重中英姿的 他们有中英姿就入法 那其实显教基本上是没有 除了地藏经 稍微有提到 但是他还是放在 在灵命中以前 没有进入中英姿的阶段 那 除了地藏经 稍微有提到 中英姿的旧度之外 其他是没有 没有特别提到中英姿 那西藏特别重是中英姿 做引导 你看这第一道光 第二道光 几天以后 看这什么光 做引导 然后 并不是说 照理来讲 中英姿还是有机会 因为他 我们说过 夜要成熟才受保 中英姿是一种 还没成熟的阶段 所以 他为什么会进入中英姿 就是夜果还不成熟 所以他的心念 他的心念 有可能 有可能 一念善一念热 就造成他夜果成熟 那他怎么会 起一念善一念热 从哪里来 因为你一个人在 夜历是这样的 举个例来讲 那天人 天人 升到天上 道立天人 依他的善业 不同 不等 有三种天人 一种天人是 他看得到 那个道立天 起足的花园 而且进得去 一种 中等的是 看得到进不去 下等的是 连看都看不到 更不要讲进去 好 所以他有一种 就是他夜历暂住 夜历暂住 夜历暂住 然后会让你 就像 我们讲 如痴如龙这样 夜历暂住 让你没有办法 听到什么 知道什么 但是夜历再怎么暂住 你要跟他有缘 他就听得到 他一定听得到 就是说 你跟他有缘的 他 他就能够知道 像鬼道众生 有一些夜历暂住 他也不知道谁害死他 那是不知道的 但是有一些 他就会知道 你像炎光潮州 他就一直 他清清楚楚知道 这个 这个 投胎到哪里 然后再哪一次 每一次都在等他 等了一千年 他每一次都知道 但是有一些鬼 他不知道 他甚至是谁害死他 他都不知道 有一些夜历 他一定会帐助 让他如是无荣 但是再怎么样 如果跟他有缘 他就能够知道 那 基本上有缘的 就是他跟他 心念比较深 相细的 相细比较深的 基本上他 忠因生的阶段 不是说都完全不知道 因为有很多经典里面 其实论典比较多 因为像阿汗经 经里面很少 没有在讲到忠因生的 所以到底有没有忠因生 其实这个是讨论接管 但是就很多经验里面来讲 应该是有 应该是有 就是 不是每个人都有 不是每个众生死后都有忠因生 那么也不是每个忠因生 你既然跟他送经就多有效 有时候他 还有他 他要有善根 要不然你也启发不了 甚至他根本就听不到 他根本就没有在听 他甚至他来都不来 也会有这种阶段 所以 最好当然是 最好当然是他 他活着 而且还不是生病 还没要死 很年轻的时候就开始 你就引导他 这个是最好 因为一夜没有办法一下子 灵命中的力量虽然很强 但是也 如果你没有 没有说 也没有长期所造的越强 所以他有三个阶段 随重业 随习惯 真的都没有 才随灵命中的念 这个时候才要祝念 祝念是他还没死之前 你引导他 但是有很多人已经陷入风雨 已经陷入昏迷了 已经陷入昏迷了 这个时候念有没有效呢 有些还是有效的 昏迷是这样 昏迷是他的心 有些是知道的 他知道 但是他没办法做出反应 他已经控制不了他的身体 这个从哪里知道呢 因为有一些像植物人这种 有一些过了十几年活过来 又恢复了 这个很少 但是确实是有这种 西方跟东方都有 他就是昏了昏迷了十几年 然后起来 那起来 他说这十几年发生的事 他都知道 但是他没办法反应 他没办法反应 但是他都知道 这是一种 他有一种像台湾有一个台中 有一个也是念佛的 他的妈妈 他的妈妈好像也是植物人 好像也是 他就这样 他也不死也不活就是这样 他过了十几年活过来 然后他活过来之后 活过来后健康 那你这十几年之间都在做什么 他说没有 就一直在一片黑暗里面 就只是这样 就这样过了十几年 就在黑暗里面 他有可能障碍住 也没听见念佛的声音 也没听见念经的声音 他的儿子一起在他 为他念佛 为他念经 他也可能不知道 那有些是业力赞助 你就不知道 但是奉变 因为我也不晓得他有没有赞助 但是他这样持续持续的他做 也有可能无形中慢慢慢慢改变 因为他跟他的姻缘 说过他跟他的姻缘 那么他受苦 他要为他而受苦 假设他一直想要利益他 那么他为他受苦的这一种业力 就会减轻 我们说是这样 假设是这样 假设这个人生病 比如说植物人 这个人一定要照顾他 不管是干怨不干怨的 变成要照顾他 他在受苦 他也要为他受苦 一样 这个是共业所感 共业所感 他在受苦的时候 你也要因为他而受苦 那现在你一直想要利益他 一直想要利益他 那么你一直为他受苦 你为他受苦是 你跟他有共业关系 你必须要为他受苦 或是你们两个共同去造一个业 那么你们必须要共同承担这个苦 但是你一直要利益他的时候 假设你是应该为他受苦 你一直想要利益他的时候 那你为他受苦的这一种 这一种 这一种业力就会慢慢地减 那么到了一个层次 也许你应该为他受苦的晚了 那么他有两种情况 一种就是他会好起来 你不用再为他受苦 一种就是他会死去 你也不用再为他受苦 基本上是可以这样 比如说像比如这只狗 他已经过路出生道 那么假设他的灵性高的话 那么做很多善事 或是怎么样 你跟他受戒 有些他听得懂 他会受戒 有些他不吃 有些他不杀生 他就不杀生了 真的也有这种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这只狗 那么他也有可能 提早结束他出生道的寿命 或是他出生到 过得比较像圆一样的生活 也会这样 所以他有可能就 你给人活起来 你不用再为他受苦 但是你一直想利益 他这种心 善心 那这个是中英生 当然中英生是一个问题 就是说 甚至到底有没有中英生 这个佛教界都是讨论的 但是如果我们看很多 这种禅修的人 有一种经验来看 基本上 就是大多数的人 应该有中英生 应该有中英生 那中英生 听得到听不到 要看夜历 看他的音眼 大部分是听得到的 他没有障碍 而且他是 他这个身体坏掉了 但是他的那种 那种耳根力 他是 应该是不会去坏掉 但是有一些会有障碍 他不一定听得到 他不一定听得到 但是佛陀时代是没有死 佛陀时代都是死之前 死之前 怎么样利益他 让他起善心的 包括品博索罗瓦 他被他儿子关 要死之前 佛陀派这个木剑人 还是阿难 两个人的样子 然后去跟他说八冠家序 天天跟他说八冠家序 一样 那死之后 基本上就是像佛陀的母亲摩耶夫人 那生到高明天佛陀之道 那去到一天度化他母亲 跟他说法 让他的心 那么更向上 向上 向解脱 其实是这样 那鬼道有没有可能呢 其实也有可能 鬼道也有可能 但是因为鬼道众生的心 要看是什么鬼 畜生道也有 一旦下三二道就比较难了 但比较难并不是完全不可 因为他还有分 比如说畜生 高等畜生 比如说受五百四眼无生的那个 他也是畜生道 龙王也是畜生道 龙王也是畜生道 但是他是比较有善根的 所以 这些他虽然也有烦恼 但是他比较有善根的 比较容易启发的 所以佛陀也跟龙王说法 天隆霸部也说法 天隆霸部都有来护法的 很多天隆霸部有来护法的 这些是鬼道 有些是鬼道 有些是鬼道 有些是畜生道 那这些也有可能得度 是有可能的 不是没有可能 但是就是说 大部分 大部分 一旦多了三二道 他就叫做三土八难 那除非你在那种 就是我们比较高等上主的那种 出生道像龙王 金赤鸟王 那个狐仙这种的 那有才鬼 像陈王 就是阿修龙王这种的 那么罗刹 有一些户法的罗刹 那么这些基本上 还是可以得度的 这是因为他们过去 已经有善根 有学佛 也有造善业 但是也造恶业 所以才会有这种活报 其实这样 好 就是说 刚才问题之一就是说 中医生到底可不可以 他听得到听不到 一般来讲 一般来说是 是可以 而且听得到的 但并不是都一定 不一定有中医生 也不一定他有作用 其实这样 但也有可能有 好 那现在来看 流转武器中 身心多苦惑 众生在五道 是武器 一般我们是讲六道六去 那早期只有讲武器 后来独子夫 把阿修龙别离一去 就变成六道 实在不太理想 身心方面 尝受很多的苦苦 不过 从大苦到小苦 也会觉得 轻松舒适得多 三二道苦多不消多收 人间也是 不如意事长十九 我们常常有 不如意事长八九 可与人言五二三 就是说十件里面有八件九件 那这里面长十九就是 十件里面有九件 是不如意的 这要看人 有些人 有些人也没这么苦 但大多数的人 都是不如意的多 至少有一半 十件里面至少有五件 是不如意的 基本上是这样 诸天享福也还有忧苦 那么尤其是一旦命中 知道自己要堕落 那真是说不出来的忧苦 有些人 这个天人 什么时候要死 而且死到哪里去 他是知道的 我们人 我们人基本上是不知道的 我们人 什么时候死 要到哪里去 死了之后到哪里去 基本上是不知道 但是有一些人要 冥冥中检 他大概也会知道 有些动物也会知道 狗啦 猫啦 他要死他也知道 有些狗啊 猫啊 要死知道 他就不死在 他就自己到其他地方 就死掉万人 这就认为了回来 有些也知道 但大部分都是不知道的 大部分不知道 不过天典是知道的 但是知道也很恐怖啊 不知道有时候还好 知道就很恐怖 就知道 像佛经里面就讲到 有一个 三十三天有一个天子 那么五山象限 这个花枯萎 身上无味道 亦无脏 然后 他就知道 过不久就要死 过不久要死 死到哪里去呢 死去做猪啊 做一头猪啊 而且 猪都养在那种粪便当中 天典很干净 天典很干净的啊 他就跟道立天主讲 这三三天的天子啊 跟道立天 三三天天王是道立天主 那旁边还有三十二个天子 他说 怎么办 我现在过不久 我就要死了 那个天王就说 他有情度是这样的嘛 生死死生是自然的啊 哪有什么好害怕的 他说 不是啊 天王啊 我要死 而且死去做猪啊 那猪那么脏 我们这个天人很干净的啊 天人身上没有臭味 而且 而且身体都很干净 要死才变臭的 他说 一辈子都在那么臭的环境里面 都受不了 他想没办法 但因为他 他在升天以前 有一些恶业嘛 他守者先受 我们刚才讲 果报 守者先受 他这个 善的恶业先前所了嘛 所以他先受升天的果报 可是 果报想完了 恶业前所 因为他在天上 没有做什么善事嘛 天人升天很少做善事嘛 他有一千多年的时间 可以做善事 他不做啊 你看 他也知道他是做善事才升天的喔 他也知道他是做善事才升天的 他有一千多年的时间 他都没有做在善事 不是想服啊 这边玩 这边玩 这边吃 他吃 他一死自然啊 吃一得一食死得死啊 到处大小愿位啊 三十三天 今天这一天 今天那一天 到处玩 就好像有些人有钱啊 一下子法国旅行 一下子英国旅行 一下子欧洲旅行 一下子土耳其 一下哪里 到处玩 那没有做什么善事啊 胡爸想进了就没有啦 胡爸想进了要堕落正朱啦 因为一般天人会成人多啦 因为他有一些余善 可是这个天人是 过他升天 造一些山群 他又造一些大的恶劣 善劣晚了 恶劣成熟 他要做猪 开始害怕 不愿意 不愿意也没办法 佛者就跟他讲 那你趁着还没死之前 你看 还没死之前 你赶快去归一三宝 去归一三宝 他就这样 他赶快 那个天子问高天王 归一三宝就有效吗 有效 你赶快归一 他就开始 他说 可是佛现在在竹林金色 那么远 天人当然也很快 但是他还是要有一段气 他说 我现在等一下就死了 我来不及了 我再去找佛 再见到佛 再跟他归一 可能会已经死了 他都是要临死之前才知道 他说 那你来不及了 你现在在这里 朝着竹林去这个地方 自己归一就好了 归一佛 归一法 归一生 三归一念王 佛还没听 你看五体头地 天子就在上面 听这个道理天主的话 归一佛 这个佛 是我世尊 归一法 归一生 归一生念完 佛还没醒来 就死掉了 妥胎做猪了 可是因为他 你命中这个心很坚定 而且散心起来 然后没有多久 这头猪 感到 就是怀孕的时候 感到这个 感到心里面有一点点 好像躁动 就去撞 撞到那个猪死掉了 这个天人 就 妥胎去做什么 做人 就是他这个果报很少 他就直接去做人 就脱离猪胎 就脱离猪胎 那这个其实就是他 在饮业满业 这个地方 他做改变 他说 李命中他的心很坚定 而且他很强 因为他没有第二业了 因为他很紧急了 所以他那个心力很强 所以这个忘了 所以他说 你李命中那种心力都非常强 才有干嘛 心力就是怨力 才有办法改变业力 那业力才能够 因为你强大的心力 而且这个前提是 你之前要有善根 将成熟 那么才有办法 那么再延续你的善根 再明显你的善业 那这个是五道五页 我们来看 现在他第一个讲的是第一 这个第一 那第一是最苦的 我们来看 大地欲极乐 静边骗游历 巴寒极孤独 世诸苦中情 那这里我们就讲到 所谓的十八第一 那一般我们明天讲的是 十八战底下 其实不是十八成 是十八类 有十八第一是十八类 十八是八善八乐 然后静边跟孤独 就这个 就是大地欲里面有八善八乐 这十六个 然后有一个静边 这是尤真第一 尤真第一 尤真第一里面有十六个小第一 然后再一个孤独第一 那总共有十八个第一 十八类第一 我们讲十八成 不是十八成 是十八类 所在里面的第一 它基本上是十八类第一 好我们来看 这个十八类第一 十八得到十八得到 后来不知道怎么传 传到别人 后来变成十八战得到 其实是这样 那基本上就是八善八乐 那一般我们说的无间第一 在八乐第一里面 它特别 它比较特别 所以地藏心在讲无间第一的时候 特别讲 我们来看 他说大地欲极乐 静边骗游吏 就静边地欲 八善极孤独 四诸苦中情 五去里面最苦的就是 最苦的就是十八地欲 那地欲里面也有大地欲跟小地欲 叫做大地欲中地欲小地欲 我们看 先说地欲苦去苦 地欲去 就地欲道 就苦 地欲泛与奈若将 是苦处的意思 去苦 受苦的地方 那有时候翻泥里 那泥里一般叫做非道 就是最下列卷底下的 所以 有时候翻泥里 这里是奈若家 但是有时候翻泥里 你你奈若家或地欲 那地欲是不常用的 那地欲有一种感觉 就好像在地底下 但是地欲不一定在地底下 我们来看 那么地欲分四类 共为十八地欲 总共四个 主要根本的是八大地欲 那八大地欲有两个 八喊八乐 我们来看 由于门火的烧懒 受着极热的苦惑 所以也叫做八乐地欲 一经论说八大地欲在此地层底下 地球中心却是充满烈火的 那一般来讲 一般来讲八喊八乐 有说是在地底下 有一些说是在地面上 就是在 比如说它在这个大海 这一个两个铁围山之间 那大部分的经典都说在两大铁围山之间 铁围山跟铁围山之间 它并不是在地底下 但是也有说是在地底下 比如说不在我女的像 提伯达中 深深陷入地欲 那个地裂开有没有 然后出门火 然后掉进去 那这个是 基本上是八乐地欲的说法 好 那并不一定 并不一定都在地底下 大多数的经典是在讲 铁围山跟铁围山之间 两大铁围山之间 但是有一些说是在地底下 那早期的地狱经 叫做尼尼经 那么它是说 八寒地狱在高山 那八乐地狱在地底下 因为地底下有火 那高山很冷 它可能是用这个世界的那种说法 因为越高的山越冷 但是像导师的说法是 八寒地狱可能在南北级 那八乐地狱就在地底下 地心有火 是这样的说法 但是有很多种说法 那讲地狱的经典非常多 但是说的也不太一样 那我们比较熟悉的 大概就是地上界 其实有专门的定义均 很多地方都讲有定义 但是说法不太一样 那这个大概就是一句所论来说的 那我们来看 他说 这个佛经 他说这个没有 他说地球中心确实是充满烈火 如有时火山裂口 就会喷出火 佛经与基督教的旧约 都有大地裂开 现身地裂的气场 像基督大帝就这样 所以八乐地裂决在地下 决定在地底下 当然这个是想起 这个业果的关系 他不一定在地底下 他只要有那个业 他不管在哪里 他就会收那个果告 那像这个地球坏掉的时候 文件地狱就这样 地球坏掉的时候 他会到哪里 没有什么地底下 没有啊 寄生到塌陷 塌陷又坏又寄生塌陷 等到这个世界形成的又回过来 还在地狱 所以他也不一定 他也不一定就是说 一定要在地底下 你看这个地球坏掉了 他也没有在地底下 他这个地域 会移生到塌方世界 那也有可能 移到塌方世界的地底下 他要 他其实就受到那种苦 那种苦 所以老师说 八乐地域决定在地底下 地球中心无理 当然这个 这个有些经典基本上是讲 两重铁为山之界的 也不一定在地底下 不一定在地底下 但是 这里说的是八乐地域而已 只是讲八乐地域而已 像孤独地域 就三边 或是身影 不一定 有人怀疑 这样的火热 怎么会有生命存在 不知道众生业力不可思议 我们先下课 我们先下课 我再课 我再课